9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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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Erika 我是R 又到了我最期待的單元了 我終於可以喝酒了 耶~~~ 妳這一次隔多久 不要喝酒 欸 其實妳最近是有喝的 因為妳剛過生日 我最近是沒喝酒 怎樣 怎麼可能啊 最近真的很養生 我覺得等到我一個年紀之後 就沒有這麼愛過生日 今天要推的酒是 威士忌的海報 比較清爽 帶一點氣泡 可是有時候臨時吃你 喝一點清爽的 可以見你這樣 哦 我是這個概念 你今天都沒有拿任何的小杯子 或者什麼 就是那麼隨性是不是 嗯 什麼意思 因為這個有冰塊融化 我先把那個 水喝掉 專業的Bartender 都會先把你們那杯酒裡面的 冰塊融化水喝掉哦 小心哦 大家 我想是倒掉 那我現在就是懶得 再去拿一個什麼東西裝 好嗎 可以嗎 然後接下來呢就是加入 我們的蘇打水 有差嗎 有 一般的蘇打水沒有甜味的 對對對 在家裡做的時候就拿糖水 這樣拉一下去一塊 讓它就是 鮮魚融融融的 有沒有 好嗎 哇 這泡很漂亮 不要太用力 也不用拉太多次 不然它的那個氣泡啊 會漏失太快 乾杯 乾杯 嗯 清爽 是吧 嗯 我們今天要搭配的零嘴 嗯 河家小琉球手工麻花卷 麻花卷 其實我們還喜歡麻花卷 這間那個河家小琉球麻花卷 其實也是去小琉球壁買伴手禮 其實我那個時候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小琉球要買麻花卷 對 為什麼 小琉球在積極的在推轉型觀光 然後現在地方媽媽就是想要做民宿啊 這個麻花卷就是他們額外的手禮 哦 所以這個不如媽媽的愛 而且都是純手幫製作的 先吃原味嗎 好 這個包真的是做得不錯 把蜜蜂真的打開 這樣開起來不會那個啊 軟膠啊 欸它是細細長長的 我本來以為它是粗條的 欸 不是本來就是 哦 對 它比較細齁 再吃吃看 我知道它為什麼會紅 因為它的甜度比較美 嗯 因為我覺得 它的糖況比較薄一點 嗯 滿剛好的 然後又很脆 我要來看你的酒跟鎮馬花卷那麼大 我覺得它們兩件事耶 我想再吃一個黑糖 然後我拿黑糖 這個甜度感覺比較會更甜 真的耶 我以為會更甜耶 對 我也是 因為黑糖 我會做得滿吃一隻的耶 嗯 我覺得這會比較搭 黑糖的比較搭威士忌海老 大家記得我們酒後煮之前都要幹嘛嗎 分享了一些我們的生活經驗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旅行中會遇到的煮隊友 欸 你是那種會寫行程的人嗎 會啊 因為我是行程網耶 我也是 我們去五天好 我可能四天會排 早上中午下午 晚上都要幹嘛 哦 你排滿細的耶 因為我會早吃的啊 可以在這邊A點是什麼 在B點什麼 或是A到B 我們會經過難黑的事 我會 我也是這樣 中午會吃什麼 節省交通時間 如果我去五天 我會排四天 然後一天是空的 前三天哪裡沒有去到 可能就那一天去 我也是這樣 不要這麼緊繃 可是就是會有一些人 你那個時候在排行程的時候 你問他說 欸 你小朋友去哪裡 都可以啊 隨便你 都可以 然後結果他當天 他說你排這是什麼 好累喔 你一直逛街 屌他 當下 屌下去啊 屌啦 嗯 然後呢 那就是秦夢婷你在屌我 這樣子嗎 結果你是那個主題喔 這就是很久以前 我們一起去美國的時候 他每一天都在逛奧列 他真的有夠狂 你知道嗎 所以我自從那次之後 我就知道我再怎麼沒意見 我也要稍微看一下 所以你不喜歡那些喜歡的衣服 我喜歡 我真的喜歡 但其實我比較不喜歡的是 尤其是避旅 像那麼多人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約了幾點 在大廳街 或是怎樣 就是有人會遲到 遲到真的很 對 誰 可能就是誰 我覺得遲到真的很 真的很瞎 因為你會影響到 別人說的行程 可是我其實也很不喜歡 那種行程排太近 因為行程排很近的 通常都是旅行社 啊旅程你也不能早辦 你就買旅行社的行程 自由行也排很近 你會不會覺得很鏘 然後每個都 快快快快 我們等一下到下一個點 趕快拍照 拍完了 拍完了 欸欸你拍完了 好下一個下一個 好拍完走 下一個點 欸前面還有可以拍的 很多大媽都是這樣玩吧 我不是跟大媽出現 好奇怪 好啦上了不要生氣 我們喝一下好了 好啊 我覺得我好看了已經 有太久沒喝酒了 我想知道 辛蝦麻花脆就是這樣 起司 椒鹽麻辣 小鹹 他加了蝦米 哦 有哦 有哦 有蝦 餅吃了一罐口味比較清淡 而且嚼一下 之後口腔或一個蝦味出來 會是結合蝦餅的感覺 有一點 有沒有 有一點 馬花卷的口感蝦餅的味道 而且他這個不會讓你覺得很 嘴巴很乾燥 比較濕一點 它辣度很低耶 OK的 哦 有了有了有了 哦 果然有花椒 哦有滿滿的味道 有花椒 等一下我覺得這個好像是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再試一個這個好不好 好 檸檬 檸檬的卡脆條 它的原料跟馬花卷是差不多的 它長得不一樣耶 來 吃吃看 哦 這不錯 可是我還是喜歡馬花卷那樣子 纏繞的感覺 它就是把它解開了 你只是喜歡纏繞的部分嗎 以口感來說我也喜歡蠻花卷 所以以口味來說我喜歡的 它有一個最麻煩的 因為我前陣子才剛經歷 就是有一個習慣的朋友 準備要離開的時候 他就在很煩惱的 在挑紀念品 要給他的家人朋友 我有的時候也會這樣子耶 到底要買什麼 像我小時候就很常收到 當地的紀念品 誰會穿 我不會穿出去啊 那我還好 我收到的都是香水 小香水 就是沒有什麼特色 一定是我爸在飛機上買 啊我忘記買禮物給我女兒了啊 我覺得伴手禮比較恐怖的 應該是人家叫我代買 代買 但很方便的是 如果大家去小流球 要買荷家的那個 手工麻花萃捲 不用再自己扛回來 可以去那邊下訂 它會幫你寄完 或是你在台灣 你也可以自己從台灣這邊 下訂單過去 然後它就會幫你寄 欸那這樣很方便 如果說我去小流球 然後忘記買伴手禮 每次出國的時候 你只要打卡 你就會覺得壓力很大 就是啊完了 人家知道我出國了 要送屁股了 就忽略啊 比如說到機場了 然後才回來 我到機場我現在才看到 像這個荷家小流球麻花捲呢 你可以上網下訂單 它還有蠻額免運費喔 蠻額是多少 超取的話只要900塊 超取是超商取貨 對超取貨 就是不怎樣 不能簡化是不是 可以 超商取貨900塊 宅配的話就是1000吧 送到你家喔 我們剛剛吃的時候 就還滿明顯的 因為就是跟我們一般吃到那種 傳統麻花捲比起來啊 它就是比較脆 它好像是翻炒到就是 讓那個油膩感比較少 這應該是要大火逼出來的吧 而且我們剛剛吃 是不是也覺得 它的那個淺度其實也比較低 比較低 它的糖衣其實包覆的還滿剛好的 就是符合現代人的口味 而且呢 它的口味很多 芥末 麵乳 還有什麼 梅子 花生 胡椒 可可 芝麻 壯心的 麻花捲的本體裡面有加那個 東港日曬直送的蝦米 卡水條它其實它主要的 特色就是它可以一口吃 哦對 大家可以去他們的官網上面搜 他們有會員禮跟蠻兒禮 然後還有一些紅利集點的部分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方留言 然後幫我們按訂閱 按讚 分享給大家 你的周遭生活朋友 好同學 好親戚 好家人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那如果想要看我們 酒後吐真言什麼題目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們喔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 我要喝醉了啦